喔!不是啦! 我全部都忘記了 這什麼?很快嗎? 我們喜歡的小孩 我們有可能 大家好,Kak 年紀越來越大,最擔心都是健康問題 雖然平時只要吃得健康 做到一些運動的話 正常都不會說病痛很多 但自己的身體其實可能潛在了一些遺傳疾病 或者你不知道的健康問題 特別很多人都未必知道自己對什麼食物 或者藥物敏感 常常以為是自己的腸胃、皮膚或者壓力問題 所以如果可以預先知道自己的基因是屬於哪一類的話 就可以提前預防 以及重點管理自己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手上這盒就是Circle DNA的全面基因測試 Circle DNA其實就是一間專門做基因檢測的公司 它這個測試其實是全球最全面的DNA測試 會提供多達500個檢測項目結果 以及覆蓋20個類別 而且它的分析準確度高達99.9% 癌症病的風險、組員構成和食物藥物敏感 這些都可以測試出來 但我自己對這三個都是最好奇的 可能我們早前曾經出現過歐洲人也不奇怪 打開盒子裡面就會有一些步驟的說明指引 首先第一步就是安裝Circle DNA的APP 然後就會有一支棉花棒和收集樣本的瓶 用這支棉花棒挖口腔裡面的細胞樣本和口水油 再放進這個瓶裡面 好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將樣本寄到香港實驗室 大概等18個工作天 就會通過Circle DNA的APP收到報告 最重要就是在APP上一定要登錄 樣本上的barcode 我一開始以為要自費把樣本寄回去 但其實它已經包了寄和寄回去的郵費 它是準備回郵的袋子給你 所以運費全面 好緊張啊 因為每個人的基因都不同 而基因裡面又可以看到很多你不知道的資訊 那我好碎啦 其實我有想過男朋友的樣本 就不是真的娶男朋友的口腔細胞 而是用Perry的口水 那我打算寄回去之後 我好奇他應該會收什麼resale 但想一下這個玩笑可能會浪費別人的資源和人力 所以想想一下也算了 我玩了 有DNA測試 為什麼有人們 差了500元 就等了韓國人的眼睛 都不知道在哪 好啦 虎虎等了18天 我們的結果終於出來了 直接在APP裡面就會收到我們的檢測結果 我們現在立刻來看一下 首先你看這個善食敏感度 就是我對食物有多大敏感 我超多紅色 首先我對酒精 原來是偏高敏感度 我喝完酒後就比較容易臉紅 就要限量喝酒 以前就是我沒辦法好好消化乳糖 有時候會容易出現腹痛和腸道不適 是真的早上我胸肚飲牛奶的話 我超容易去廁所 很有趣看著自己DNA的特徵 他會說到兄弟姊妹的組員是未必一模一樣 韓國人100% 100%韓國人99.18% 還有一套差勢的 我不是了 我不是中國的 他有54.55%是日本韓國人 應該是韓國那邊 然後他有44.63%是中國 是Chinese 哇 神奇 神奇 他應該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組織 有一部份人是曾經是韓族那邊 然後他還有再仔細分 他有24%是北方韓族 然後他還有0.82%是中東血統 首先我們94%都是東亞 80%是屬於韓族那邊 5%是日韓 然後5.23%是東南亞 0.11%是非洲 其實我不是100%純韓族血統 但我爸爸100%韓國人 就認識了 其實 實際 蛤? 我們是同一個人 我們是同一個人 你怎麼知道他應該是正確的 好 看看癌症風險 其實我也有點擔心 自己會不會有癌症風險的基因 如果提到之後就可以 我沒有 我們家裡的癌症也沒有 噢 感到癌症 但是我有點不舒服 你也沒有 我也沒有 我看到了 我們眼部門也不要接受 全部都是沒有基因特變 非常好 看疾病風險有5個是高風險 焦慮症 流行性感冒 青光眼 青光眼真的有可能 因為我本身近視超深的 然後之前做過激光手術 炎性皮膚病 還有偏頭痛 我說偏頭痛健 我每個月都會痛一兩次 然後 因為我又不是會忍得痛的人 所以我每次偏頭痛都會吃粒藥 不過又沒有去到很嚴重的程度 通常是吃粒藥 然後睡一覺 翌日就沒事的那種 還有很多其他疾病風險 有圍繩的那一部分 沒有啊 沒有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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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健康 全部都正常 全部都沒有基因特變 耶 這什麼啊? 我爸有呢? 生命? 哦,對 怎麼說呢? 這個漢字可以寫的 哦,對 世界是不… 啊,不是不認識的 哦 有嗎? 沒有嗎? 但有沒有可能ças... 時 Listening 我們爸爸要想看 那麼的 你不太複雖然 我 cat 不測 spring bet 已經沒有碰到 真的嗎? 竟然 男生媽媽照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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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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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 不能這樣 假調 pope 數正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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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的 有人冒贯 效果 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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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劑、典、奥米加3、維他命B12、維他命D 維他命D最主要都是太陽攝取 我真的超少太陽 結果他繼續有建議 建議你應該可以怎樣改善 這個有種野面很鬆的燃脂 我覺得野面很鬆的 他沒有 他沒有 親中的香 親中的香 什麼? 對 但是我沒想到 親中的香 diagnose自己的賤 你對一個人是良好 我為虛別太陽 我追求你 非常好 我阿胎 crear你氣吸 不試 基本的 我看你不做 你 del藍我嗎? 哈哈哈 你真的不知道 我不是在我身上 我贵了你的气力比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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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比较高 你真的贵了 我的气力比较高 我贵了你 你贵了你比较更高 你真的比较更高 你这个人知道的 你正在想着想着更高 你一直在做的 你真的要誇張 收到这份报告之后 如果有需要的话 还可以有一对一的免费咨询服务 其实一生你只需要做一次基因检测就足够了 因为基因其实都不会很轻易地改变 这一类型的检测其实都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投资 看了这份报告之后 是真的对自己了解多了 还有知道自己应该是朝着哪一个方向 去好好管理自己的健康 那MUMIRA3和维他命B12可以吃supreme去补充 然后维他命D 我维他命D 只在这个位置吸收 还有手掌 哎呀太阳我真的不行 太阳是我的天敌 我最收拾的其实就是这个抗氧化剂 他说我不够啊 抗氧化剂你可以抗衰老的嘛 所以呢他又说杏仁啦 橙 士多啤梨西兰花都有 橙呢韩国人真的超级少人吃橙 那顶多是食制洲岛那边生产的橙 就不像香港人那样呢 这个雪果永远都会有一堆橙 那所以士多啤梨看看啊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呢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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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试 西兰花 哦 西兰花很贵 2900万 只有这么大 其实最近我们也有努力吃水果了 几乎可能一个星期都会吃三四次 但是年中之前那段时间是真的几乎没有吃 而且我记得前面其实买了一桶兼的 回来啦 适量吃一点对身体其实是超级好 刚刚买的时候其实我也挺堅持每天吃点 但是后来就懒了 然后又没有吃到 现在开始吃回啦 这个就是我的早餐啦 之前就像想吃得健康一点 但是也没什么方向 总之就是吃得均衡一点 但是现在大概知道了 自己的基因里面是偏向缺乏什么营养 就可以集中去管理自己 试试试 不如也算 现在还在11月尾 还是没有 是当做的时期 一月份的时候 红乌鲜菇是最甜最大粒的 那今天这条片就到这里了 那大家如果对刚刚那个DNA检测有兴趣的话 记得去InfoBoss那里看场情啦 那喜欢这条片 记得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